可能大家都听过有些孩子生下来就是六指手指的,多指肌形是一种遗传病,如果是近期间的结婚,但下多指幻儿的几率也会升高。 近日,有新闻报道,到来自贵州避洁的一对夫妻,他们半岁大的儿子生下来手脚夹起来有25只指头,图文无关,仅为配图,据悉,婚儿的手指头有14根,左手6根,右手8根,而左脚多出一只指头,并且双脚都出现三指并指的现象。 婚儿的母亲是一位23岁的年轻妈妈,她也是伸手手指肌形的困扰,但是她不是多指,而是缺指,一生下来双手只有半个手掌,就是只有鸣鸣指和中指,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。 这对父母说,当初怀孕四个多月,已经检查出孩子可能是多指,但是他们不想放弃自己的骨肉,所以还是选择生下来。 所幸的是,目前孩子已经接受了手术,切除多余的手指并分离脚掌,恢复后可与正常人生活。 图了无关,仅为配图,引起胎儿肌形的原因是什么? 开头已经说到,手指肌形是一种胎儿肌形,而且一般情况下是由基因因传导致,其他比较常见胎儿肌形还有纯恶劣,213体综合征得。 至官方数据显示,全球每年有大约500万的缺陷婴儿出生,而我国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达到80到120万,除了遗传因素,基因出变的影响。 环境污染,放射性物质刺激,病毒感染等因素,也有可能造成胎儿出现畸形。 胎儿肌形如何预防?任何夫妻在做备孕的时候,都是希望能带下一位健康正常的宝宝,一旦带下缺陷宝宝。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从心理以及生活护理上,都是非常大的负担。 随着目前医疗技术的发达和进步,许多胎儿肌形在早孕期就可以被发现,而夫妻双方在备孕的时候也可以做到一些预防。 1. 婚前,婚前检查可以检查出夫妻双方的身体状况,如果有些疾病会遗传或者传染,影响下一代的健康,需要治愈才能被孕,另外进至先亲结婚。 3. 服用叶酸,孕期的前三个月开始补充叶酸,对于预防胎儿神经管机型有很好的作用。 4. 定期产检,怀孕后及时到妇产科进行检查,并且根据医生的要求定时做产检,包括糖室筛查,逼朝抬积检查等等。 5.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戒烟酒,做西规律不要饶夜,有污染的环境,像装修房子之类的尽量以免逗留,又要钱,也要咨询医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